今年10月份北部某度假饭店 用菇头玉的叶子拿来点炒饭 结果导致两位民众食用之后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为了避免民众误食 卫福部食药署就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教民众辨别还亲自示范滴水辨别法 结果呢就被眼尖的网友发现说 这个食药署示范用的植物啊 根本就不是菇头玉的叶子 而是可以食用的千年玉 结果闹出了乌龙 这菇婆玉啊 如果你在上面把它滴水 记者会上食药署食品组副组长郑为智 教大家这项味道资讯 它就会直接就留下去 它不会留在这上面 特别拿出叶子示范辨别方式 但糗了有眼睁网友抓包 把画面放大拉出来看 副组长拿的根本不是嘴里说的菇婆玉 有专家来解答 其实两者真的很难区别 有时候没有仔细观察 还的确真的会换这个错误 原来这是菇婆玉的亲戚千年玉啦 专家也帮忙缓家 菇婆玉跟千年玉实在长很上 但还是可以分辨 从叶子来说 千年玉夜端照尖 夜圆比较平滑 水滴在夜面上可凝结成水珠 至于菇婆玉夜端照顿 夜圆波浪大 而且水滴在夜面上 无法凝结成水珠 两者同属天南星科 除了可从夜面滴水简单判断 他们的快筋也长得不一样 菇婆玉有非常明显的一个 原住行的一个快筋 然后它可以一直三长 错把逢经当马粮 食药署也紧急发出声明致歉 采集展示叶片时 因不是千年玉导致物彩 会虚心检讨日后物求谨慎 但也有网友在进一步发现 为何食药署人员 把水滴在千年玉夜面上 却没凝结成水珠 而是从四面八方散开 推测可能是因为 刻意把叶子往下倾斜 才造成是菇婆玉的错觉 这是陈琳盖尔蒂 特别报道